兩市環保袋一致的價格 可以互相留用 這樣就算一下時間 總結說得好 市長我們是不是5月1號 正式來做 我也有一個對新北市市民來講 非常重大的一個政策要在這裡做宣布 那宣布的同時 我也要經過社長給我的滿滿的支持 因為新北市的垃圾袋 每公升的價錢 比台北市貴 所以在兩市的共同生活上 如果垃圾袋能夠統一 垃圾袋也能夠價錢統一 新北市的市民在台北市上班 他能夠在就地買垃圾袋 或是我們兩袋合一的環保袋 那在使用上非常方便 那甚至我們台北市的市民在新北市上班 那新北市買也可以很方便 所以對很多的生活的便利性 因為新北市的垃圾袋的成本 比較高 所以一直沒有辦法降價 我們最近這幾天 我要請我們的環保局稍微算一下 有沒有降價的空間 就算降價的空間不到 跟台北市的價位0.36 沒有一樣 我說為了雙北的合作 為了讓新北跟台北 更方便我們所有的市民的共同生活圈 我們新北市差的差額 沒關係 我們新北市出錢給它保證 讓我們使用的成本不足的地方 可以感覺跟台北市一樣 所以剛剛我有跟柯市長說 我們這樣一個議題 讓給專業的兩位環保局 去講那個細節 如果細節講好 兩次環保袋一致的價格 可以互相留用 那就酸解期間 說說得好 市長我們是不是5月1號 正式來做 這由市長來做 他說市長很麻煩 我跟他說好 機長講好就好 沒有問題 就小事